Hello 大家好 我是肥仔傑 今天是2020年5月28日 今天有兩件事想和大家說 首先第一件事是兒子扔汽油彈 居然全家被捕 整件事是怎樣 又是否那群黃絲所說的黑警亂捕捕 第二件事想和大家說 就是昨天5月27日 他們這群黑暴又出來鬧事 不過這次是雷聲大 雨點小 同樣是因為怕了國安法 那整件事又是為何他們會怕了國安法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Like這段影片 分享這段影片讓更多人知道 反對派想你踏入的陷阱 也希望大家可以按右下角訂閱和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肥仔傑任何新影片 首先跟大家說一說 最近有人在黃絲瘋傳說 有沒有搞錯 兒子犯法 居然全家被捕 整件事是怎樣 有些人可能很迷惘 有何理由兒子犯法 但要拘捕他全家 其實事源在去年3月30日 有四名人士向跑馬地警署扔汽油彈 大家都知道那些暴徒最喜歡 今年的3月30日 大家仍然記得還有一些暴徒在街上 亂走來走去 入夜扔汽油彈 特別是針對警署 其中一名被捕人士 這個暴徒的家人開服裝店 在裡面發現了大量異言物品和示威裝備 理所當然是無法解釋汽油彈 玻璃瓶 示威的豬嘴是怎樣來 肯定他們是所謂的示威者 後來拘捕了示威者的弟弟 結果母親後發現原來她通風報信 被示威者要求她銷毀證物 結果母親同樣是因為妨礙司法公正被捕 我們看到整件事是家庭教育都有問題 有何理由兒子出去犯法 母親要支持他 還要跟兒子說你記得要消毀證物 一個家長不應該這樣 因為家長理應要以身作則 要教他們的小朋友守法 教他們自己的子女一定要奉公守法做良好市民 不應該如果他犯了法 要教會 而不是要消毀證物防外司法公正 結果是他哥哥子弟弟和他媽媽一起被捕 整件事變成黃絲口中 每天都是說警暴 警察隨便捕捉人 如果有人跟你說有沒有搞錯 警察一次過拘捕你的家人 你就跟他講這個故事 究竟為何他的母親被捕捉 因為他媽媽知道示威者的弟弟被拘捕後 就發短訊叫示威者 即暴徒去銷毀證物 完全是赤裸裸的妨礙司法公正 第二件事是昨天5月27日 那群黑暴又出來鬧事 他們借國歌法的立法二讀在立法會辯論 先說國歌法 國歌法昨天27日的辯論暫停了 今天又會繼續討論 接下來會陸續審議國歌法條例的細則 整件事還有一段時間才完結 但這群黑暴當然是被洗腦上街頭做抗爭 藉著要反惡法理由的原因 不停被人煽動出來鬧事 我們看到昨天早上有暴徒把雜物扔出路軌 扔一些鐵釘在馬路上 甚至全日在多區鬧事 而這裏一定要讚一讚香港的警察 因為香港警方昨天迅速部署了很多行動 包括昨天早上在主要廣島的隧道出入口 設置了路障查車 檢查車內有沒有示威裝備或氣油彈等 等等的暴力裝備 另外在港島的主要交通樞樓和金鐘附近一帶 佈防了大量警力 而那群黑暴當然害怕得不敢搞事 但依然有少部份零星的黑暴 就是他們出去扔事 我們看到昨天晚上 警方拘捕了360個暴徒 當中涉及藏有攻擊性武器 襲警等行為被捕 但其實他們有一個跡象 大家留意一下昨天5月27日 他們沒有成功地倒路或成功地扔出汽油彈 原因不多不少都是要讚好國安法 因為國安法當時人大一提到 人大記者會一提到國安法 這群黑暴害怕得連Telegram 連燈 電腦 全都被剷掉 因為當時他們不知道自己會不會腫 他們每天叫港獨旗號 港獨口號 變相他們自己也害怕 有很多人已經著草走了 而今天旺角的情況 警方也很迅速地控制現場 所以我們看到那群黑暴的聲勢 已經慢慢減弱了 另外就是煽動他們那群人 我們看近這幾次的示威場合 少了一些外國人 又或少了一些泛民主派的人 他們依然怕國安法的成立 所以他們不敢出來 他們不敢再大力推這群年青人上街頭 黃之鋒那些特別例外 因為他本身可能遇上雀草 又或是美國會收留他 始終這些走到這麽前 所以他依然走到美國 黑求別人制裁香港 但我們看到香港的示威現象 自從立了國安法後 其實他們理應 好像去年的反修例示威一樣 哪有可能會少 我們自己建制派 政圈中評估 國安法一推出後 應該會有一段時間的動盪 甚至那群黑暴會重演去年 18區超級混亂的場面 但我們看到這件事 已經很少人呼籲他們這樣做 甚至我們看到有些資金斷裂了 有一群黑暴沒有裝備沒有錢開飯 黃店都說捱不住要倒閉 所以我們看到 香港這群攬炒派要食政治本錢 但事實上由國安法推出要人大審議 到今天5月28日 都是未有任何攬炒派的議員 走到街頭上去支援他們所謂的手足暴徒 他們那群人可能正在忙著草 另外想和大家在此提一提國安法 沒錯 今天是人大會議的閉幕 同時今天亦會表決港區國安法的條例 如果這條例成功審議員 今天投票完成通過 就會轉交人大常委會去立法 人大常委會立法後會直接在香港頒布 頒布完後香港就真真正正有一個保障香港人 保障我們國家以免被分裂 以免外國勢力介入的法例 當然有些人最近在質問 到底那些法官會否是非本地或是非中國人的法官 非華裔法官都可以審議這個國安法 其實肥仔傑看起來是不可行的 因為我們看到這將會有利益的衝突 假如黃之鋒或肥佬黎被控違反國安法 他們煽動叛亂或分裂國家 他們受的很大機會是美國資金 如果那個法官又是美國人 這件事如何得到公平公正的審訊 肥仔傑希望大家可以在這幾天出街頭 看到一些支持國安法的簽名街站 一定要過去簽名 簽名用你的行動告訴全香港人 告訴全世界 我們香港有三四百萬人或更多人支持國安法 不要讓黃之鋒 肥佬黎 每天走到外國標榜著自己有所謂的二百萬人上街 大家都知道那二百萬是假的 讓他們標籤二百萬人上街 令到每個地方以為香港人不支持這條法例 事實上大家都是非常支持國安法 另外在影片下方我也有個聯署連結 大家亦可以參與網上聯署 今集的影片到此為止 如果喜歡肥仔傑影片的請按LIKE這條影片 分享這條影片 讓更多人知道反對派想你刷入的陷阱 也希望大家可以按右下角的訂閱和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肥仔傑任何新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